8月份花莲阿美族各个部落的丰莲祭是陆续展开了 丰莲祭分局特别届时展开交通的安全宣导还有反诈骗宣导 走访部落辖区包括了热睡光复万荣丰冰四个乡镇 超过20场以上的丰莲祭 受到部落族人的欢迎 部落族人歌舞进行一类新年纪祭宜 或者宴客活动的同时 城外身穿制服的远景 手持标语卡或拉红布条 亲切的向族人进行交通安全 以及反诈骗宣导 对对对没有病话没有病话 这个一定要知道 然后也希望你们知道 也跟亲朋们都讲 这个很重要 很多被骗人的其实在年龄说 人家像年轻人中年有高养 其实你们一定要自己 跟对方旁边的朋友讲 不要对诈骗 除了各派出所远景 加强族人 一类新年纪活动期间的交通安全宣导 凤林警分局也首度结合银行业者 针对了民众常碰到的 解除分歧付款 及猜猜我是谁等诈骗手法 提供包括设置安全密码 不随意透露个人资讯等等 实用的防诈骗方法 守护民众财产安全 基本上警察跟检察机关 绝对绝对不可能会要求你们提领 或者是转出你们账户里面的钱 凤林警分局跨界合作 进一步强化反诈骗宣导 提升居民的警惕性 诈骗手法推陈初心 警方打诈反诈不停歇 借由伊犁信部落传统年纪活动的举行 到场加强宣导部落居民的反诈骗一事 也受到族人的欢迎与肯定 记者综合报导